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兰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今天是北京时间的1月4号 也是中国大陆 元旦小长假放假上来上班的第一天 那么我想各位外出旅游的 或是这个外出游玩的 也差不多都已经回来了 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老兵是最喜欢的了 因为老兵的节目的年龄结构 就是以现在社会当中的中间力量为主 30 40 50的朋友为主 那么很多人趁着这个假期在放松 那回来以后 我们基本上流量各方面也能恢复正常了 因为现在还有就是西方的 在这个西方国家的我们很多网友 现在还是处于这个圣诞假期当中 也是希望你们能尽快回归 当然了一年 忙了一年也要花时间陪陪家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老兵还是一句话 注意好防护 不要这个口罩也不戴 口罩还是要戴好的 还要注意安全 好吧 那么这一集主要谈什么呢 这一集主要谈论的是 昨天晚上出来的一个消息 安理会 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藏领理事国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法国 英国 那么五个领导人联合出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指 就是防止核不扩散 避免核战争 彼此之间不相互瞄准 彼此之间不打核大战 然后呢 也说了 核大战呢 是要不得的 是行不通的 不能够打 那么中国呢 也再次声明 习近平代表中国声明 就是中国的核武器政策 是属于防御性质的 不具进攻性质 那么这里面其实有句话 五个国家联合声明当中 有句话是 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解读的重点 就是相互之间瞄准 那么如果说相互之间 没有瞄准 就不会有这句话 对吧 那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 会有这样一个声明出来呢 第一个 安理会五常国家 还是不希望 有别的国家 拥有这个核技术 拥有这个进攻性的核技术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 有核国家多了 那对这五个国家的地位来讲 是削弱的 那么事实上 现在呢 国际上 有核国家有这么几个 除了我刚才讲的 联合国安理会 常年理事国 这五个国家之外 还有印度有核武器 巴基斯坦有核武器 北朝鲜 加这个以色列 还有一个就是伊朗 伊朗设计上 事实上也是 具备有核武器的能力 到底现在造出来没有 还是说已经造出来了 这个不得而知 所以说 也是美国不敢兴趣妄动的 一个根本原因 而且它的导弹技术 现在又很先进 它也有这个 冬风21D系列的这种导弹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沙特阿拉伯 很想要用核武器 还有就是 一些这个 中等规模国家 也想要核武器 包括日本 也是有这种野心 所以说这是一个背景 那么不但是呢 这些都是在各自可控范围之内 那么 真正的 对这个核武器使用 挂在嘴巴上讲的呢 也就一个印度 动不动 瞄准了巴基斯坦 瞄准了中国全境 这个北京时刻处于 投射攻击范围之内 这个话只有 印度的媒体会公开这样子讲 其他国家的媒体呢 不太会这样子去说话 但是那有 网友就要问了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明 这样的声明 其实是有一个大背景 很明显 有个什么背景 现在目前全球处于中美冷战和美俄冷战当中 确切地说 叫做俄北冷战 就是俄罗斯跟北约国家之间的冷战 那么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冷战 那么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的冷战 就代表着英国 就代表着英国 法国 还有一个美国 那么还有一个就俄国 四个国家 这有三个处于一伙的 跟俄国 大家开的这个瞄准镜相互瞄准 相互瞄准 那么俄国最近 也是成功试 在普京透露下 成功试射了十次超音速弹道导弹 现在可以知晓的是 俄国具有海上舰载发射的能力 有潜艇潜射的能力 还有陆基发射的能力 它所谓的靠石 那么这个俄罗斯也经常讲 普京包括公开讲说 这款导弹 从俄国 从北冰洋发射 15分钟打到华盛顿 就公开的就是讲 我这个导弹就是来打你的 我可以从潜艇来发射 我可以从陆地发射 投射 我可以从这个军舰上面发射 那么美国呢 也不甘失落 从去年 应该说这两年 多次试射 民兵三 洲际弹道导弹 还有就是 它的俄亥俄 弹道导弹和潜艇上 发射的 三叉机 DS-500 前射 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DS-500 它面向俄国的那个方向 打过两三次 民兵三 从这个 加利福尼亚州 往中国方向 打过两三次 每次它都是在这个 夏威夷和关岛这个附近 就那 还有就 马少尔群岛这个附近 它就直接就是掐掉了 火箭推进器 就是被这个人工操作 关闭了 那么 都是具有极具进攻性的 那么中国呢 也是 进行超高音速 导弹的这个 试射 把美国 举国上下都给吓坏了 把美国朝野都吓坏了 军方 军政系统 军令系统都吓坏了 那个武器 不是说我从中国 发射 往美国方向打 我从中国发射 我往北冰洋走 我或者往南极这个方向走 然后呢 我很迅速的能 进攻到你美国 再加上我们 前不久这个094 甚至我们传说中的096 在过海的时候 美国出动弹道导弹监视器 RC-135S 来我们东部这个地方 来这个侦察 侦察的时候呢 发现我们的这个潜艇 盖子是打开的 就是对美国是 方向对准美国 是要预警发射的 巨量3 预警发射 那么现在我们就 巨量3这个技术 射程大概在12000至14000 那么现在我们又有这个超 我们又在开发这个 超高音速的洲际导弹 这个让美国很头大 再加上我们在南海 建立完毕 堡垒海区 从这里可以直接 进行潜艇的 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习近平在去年的时候 到海南三亚的榆林港 参加这个海南舰 还有这个大连舰 和这个长征18 094A的陆列仪式 对吧 那么当他登上这个 长征18094A的 这个前景上方的时候 发现后面盖子又是打开的 又是打开的 那么这个三个国家 等于说俄国中国加起来 都在瞄准美国 美国也是用它所有 能处于战斗之般的核武器 在瞄准中国跟俄罗斯 而且呢 现在这个局势呢 越来越变成了 尤其是俄罗斯所体现出来的 这种态度 就是 如果说 咱们搞不定 打常规战争 如果说常规战争 我打不过你的话 那 没有俄罗斯了 那还要全世界干什么 就是俄国最表现出来 这一种 要同归于尽的这种态度 当年前苏联也是表现这种态度 他动不动就是说 我们的核弹 2.7万枚核弹 能将地球毁灭数十次 这是他们的一种态度 他们一种态度 所以说呢 现在世界的处于一个核大战的边缘 为什么拜登多次提出来 跟中国提出来 要建立这个危机的沟通机制 危机的沟通机制 重点就是 双方第一时间 不要对射核弹 所以说我们之前 那个战略 确实吓到美国了 我们跟它的高层 不保持任何的联系 不保持任何的沟通 而且我们的潜艇 处于预警发射状态 再加上我们的潜艇 有在东太平洋地区活动 在美国西海岸那边活动 之前大家还记得吧 以前说在洛杉矶那边有很多人看到 像有导弹还是像流星的那一种痕迹 那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那里进行了 就是恐吓它的一种举动 所以它比较担心 那大家要知道 美国它一直都是这样的 当它的威胁很大的时候 他们开始要走务事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世界它们又要环保 又要保证自己子女 能世代的享受下去 西方不就精英政治 政治世家 钱跟政治挂钩在一起的 对吧 那如果说中国俄罗斯 把这个国家 或者把这个世界 都打得核化了 我操 那它觉得就是得不偿失了 没有必要 所以说这就是一条红线 什么红线 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施压 中国对美国的极限施压 美国对俄国的极限施压 俄国对美国的极限施压 就是到此为止了 这根红线大家破不了的 就到此为止了 好 那现在就是 首先一点 大家就发布联合声明 你不要瞄准我 我也不会瞄准你 那么大家就是 在不对射核弹的前提之下 大家来博弈 来博弈 因为为什么 很多网友说 那老兵你之前也讲过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它很担心 那么 是不是这一次 不搞了以后 就证明了美国就不担心了 它会就是在美苏联带当中 知道你不会放核弹 它就极限对你施压 这个在我看来倒不会 为什么 是这一次 中国跟俄罗斯的这种态度 试出来美国的底线 试出来美国的底线 是我绝对相信 这个据我所知 就是美国提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中俄看到了你美国的底线 你美国的底线 原来是你们是怕核大战的 对吧 那暂时呢 大家可以发表这个声明 但是 我说的是但是啊 我难道我的导弹发射火车 导弹的发射 陆基板的这些车辆 比如说东风的这些 大乌宫 包括我的这个潜艇 包括我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难道就不会 难道就处于什么 就不运作了 平时就不战斗值班了 当然不会了 所以说这个呢 是这一次 在中俄的共同的逼迫下 美国它害怕和妥协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中国跟俄国 都拥有了超高应速的 洲际版的导弹 洲际版的导弹 可能北京这次显示出来的是 可能我这个洲际版 我的偏差是30公里 但无所谓啊 我的偏差是30公里 我如果这个导弹照着 芝加哥照着纽约就去了 偏差个30公里嘛 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 也可以搞死那么多人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让美国觉得头大了 那既然你要让中俄 因为英国法国都是你小弟 对吧 他们都是在安理会 任何投票 投弃权 投赞成 都是三票 他三票 永远都是困盲在一起的 对吧 那现在法国有 法国的想法了 那么实际上 他们两个国家并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美国 还是美国 所以说他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直以来都在说 要跟中俄 军控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那中俄就说 我们就不军控了 我们可以 这个不瞄准嘛 但是你提出来的 你来提出来的意见 可以 我们 就这么 就这么低了 你美国也不过如此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是这一次 五个国家 共同 发表声明的 一个政治背景 背后的博弈 是这个逻辑 背后的博弈 是这个逻辑 那么所以说 人类啊 又避免了一次 这个危机 因为确实 这段时间的 这个博弈 美国对 中国 俄国的施压 中国对美国的施压 俄国对美国 对北约的施压 达到了一个 极限 达到了一个 顶端 那么 我们都知道 能量守恒定律了 达到顶端 就开始往下降了 对吧 所以说嘛 美国灭掉俄国 也灭不掉中国 枪红时间也灭不掉 那么就在这个 游戏框架之内 怎么玩 这个 是接下来的重点 好吧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板 希望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